308大选政治海啸以后 那几打州呢是经历了两届的州政权轮替 308当时政权是在当时的民联手上 然后505大选之后呢又回到国阵怀里了 不过国内政局现在可以说风起云涌 几打州保更是国内三股势力的必争之地 那三股势力呢 首先国阵他们要力保江山 那希望联盟呢 他们则是放眼敦马父子 能够在他们的大本营有一番作为 那最后选择单打独斗 却扬言能够再次攻下几打州的伊斯兰党 他们今天也放话了 他们说要在来届大选 把几打州的所有议席杀个片甲不留 伊斯兰党今天早上在几打州亚罗士大举办开斋节参会 而几打州联委会主席阿木法鲁丁 事后向记者表示 为了部署下届大选 伊斯兰党已经针对几打州所有马来人居多的选区 做了研究并且获得振奋人心的结果 阿木法鲁丁强调 吉大州联委会在开会之后也一致决定 下届大选 吉大州15个国会议席和36个州议席 伊斯兰党都会派人上阵 火力全开 云战下届大选 吉大州 The 守护